今天要介紹的本地球員就是今季當選為最佳11人之一的顏樂鋒 顏樂鋒今季帶領李文在聯賽得到第三位的佳職 並獲得下季亞洲賽的資格 而他的出眾表現亦令顏樂鋒得以重返香港隊 這條片將會介紹一下顏樂鋒在李文陣中擔任著什麼角色 在進入分析之前在這裡要多謝Comrade贊助這條短片 Comrade足球app是一個足球社交遊戲app 玩家可以一個click邀請和通知自己球會所有隊友參賽 並且告訴領隊誰可以落場 而且同一時間邀請所有想挑戰的對手球隊 實時看到每隊的落場人數 兩邊情況一眼就看得完 縮短了攪拳時間 返中工都可以輕鬆約賽 對手有沒有放過飛機 球隊實力 有幾矛和準不準時由其他球會報告 還有系統自動計算當日落場球員的平均年齡 開球前用app check賽放和按地圖按顯示球場的準確位置 就不擔心不懂得去球場吧 踢完還可以入分和投票MVP 人人都有all time stat 有賽還有free of all和head to head兩個mode 接下來還有很多好玩功能和不同聯賽杯賽玩 現在下載comrade app還送兩百元coupon 和可以百五折優惠買球衣 詳情可以留意 description的資料 回到分析時間 在陳曉明的帶領下 李文近貴經常採用4231鎮式 顏諾峰負責坐陣中場 但由於另一名防守中場沙普夫今季表現下滑 而且受傷患的困擾 王俊豪在增標組賽事期間 就成為了顏諾峰的中場拍檔 由於王俊豪跑動範圍大 而且掃檔能力出眾 顏諾峰就肩負著更多逗後保護防線的工作 這球當對手放過頭球 令到李文的防線要逗後包球的時候 顏諾峰的站位就能夠保護禁區頂的空間 填補了後防線和中場線之間的空位 同樣地當對手打反擊 如王俊豪嘗試緊迫對手的時候 顏諾峰就沒有輕易上前夾擊 而在墮後阻擋對方的全球路線 一旦壓迫不成功 也不會令一隊中堅直接面對對方的攻擊球員 這球都見到顏諾峰成功撿到第二球 否則對手可以趁著李文防線未能及時壓上 而後上遠射 顏諾峰的位置感和預判可以保護到李文禁區頂的空間 尤其當對手擁有控球權 顏諾峰的角色就可以減少對手中路遠射或威脅傳送的空位 以下幾球都見到顏諾峰成功在禁區頂攔截對方的傳送 證明他的站位成功阻擋對手全球路線 顏諾峰的位置感也體現在他經常為隊友包圍這方面 以這球為例 當左閘徐雲結壓上令左路出現缺口時 顏諾峰就會及時補位避免邊路出現太大空間 另一邊都一樣 右閘陣感塗失位後 顏諾峰亦及時到右路填補空缺 避免李文防線出現漏洞 保持緊密性 顏諾峰的協防可以避免對方利用HalfSpace創造攻勢 單欣諾峰這球嘗試走到徐宏傑身後接應傳球 不過就被顏諾峰凍識到 否則潔志就有機會製造人數優勢 在邊路發動一次進攻 這球潔志又是嘗試利用曾錦桃身後的HalfSpace 不過就換了何西安祖去補位 而顏諾峰就墮後到接近中堅的站位 並且成功攔截對方的傳中 面對對方中路的攻勢也不例外 何西安祖這球上前向丹恩盧域施壓的時候 也看到顏諾峰立即填補中堅的空位 可以說當顏諾峰在陣的時候 隊友就可以放心緊迫他們的防守對象 而又不擔心自己的位置會出現漏洞 平衡了向對方施加壓力 和填補空位兩個防守重點 當然球隊也會按著對手能力和踢法 決定佈防的深度 不是每場比賽都需要壓後 在對東方和飛馬的增標組賽事裡 李文就多了壓前 顏諾峰負責向對手的中場playmaker施加壓力 透過適當的壓迫 對方的中場就算拿球都難以轉身或作威脅傳送 從而限制對手中路的推進 這個角色也體現了顏諾峰的防守紀律 就算埋身壓迫沒辦法拿回球權 但也遮擋著對方的全球路線 拖延進攻方的攻勢 加上顏諾峰也有不錯的身體質素 落腳時機準確 以下幾個鏡頭都見到顏諾峰埋身壓迫的效果 組織進攻方面 顏諾峰位置上取代了沙普夫 當兩個中堅拿球時 他會主動回後現位 另一名中場王進浩還押上等待接應傳球 顏諾峰的現位令球隊在後場保持足夠的人數 保持控球權 不過功能上 顏諾峰的作用就跟沙普夫有分別 由於列斯奧和何西安組都是喜歡用球的中堅 他們的傳球質素和視野可以比美中場球員 所以通常由他們擔任攻勢的發動點 這幾球都見到李文的向前傳球 通常由中堅尤其是何西安組完成 無需經顏諾峰的腳下 換言之 顏諾峰的角色主要是現位和拉扯 務求令兩個中堅有更多的空位發動攻勢 當顏諾峰拿球時 他的傳球選擇較多是橫傳或是回傳 這個安排意味著顏諾峰的角色以保持控球權為首項目標 而不是強行向前傳或是引球推進 在球隊未能找到缺口時 他便可以擔任過度的角色 保護皮球後再將球權交給中堅或另一邊的隊友 重新發動攻勢 不過顏諾峰的轉邊和長傳準繩度還有進步的空間 或者會令球隊轉向或打反擊的效率有所影響 最後亦要提一下顏諾峰的後上能力 近季顏諾峰都試過在禁區頂遠射得手 在對東風的入球更加成為了金貴金球 證明顏諾峰有一定的遠射能力 不過由於戰術安排需要他做墮後中場 負責轉向的工作 所以顏諾峰只會在球隊反擊 而且人數不足時後上殺入禁區 無法充分發揮顏諾峰的入球能力 來到總結時間 但顏諾峰的復出絕對是李文在增標組三場賽事全部贏球的關鍵 他的位置感和防守預判 令李文防守陣式保持緊密性 配合王俊浩的跑動和掃蕩 兩人成功地保護著李文的防線 尤其沙浦夫和王俊浩的特點有明顯分別 但顏諾峰依然可以調整自己的定位去配合隊友 證明他是一個相當全面的球員 或者值得在香港代表隊得到更多的上陣機會